在这一边它有一个长方形式的Fill 然后它要围起来,用Y要围起来 然后它的长是5x加20,它的宽是x 然后它要找你的Area 所以Area呢就是长层宽哦 我的5x加20再乘以x哦 那我这样乘进去,它会变成5x2加20x 所以我的Area等于5x2加20x 然后它说它的Area是5100 所以我的这个5100会是等于5x2加20x 我看到520跟5100都是5的倍数 我全部一起除5先 然后1550,1020 然后过后我再把这个绑过去 所以我就有x2加4x-1020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再来开挂弧 102乘10 没有,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如果号码太大的话 你就直接用计算机 1等于4等于-1020等于 然后你拿到的是30跟34 所以30跟34的时候 30跟34 然后你有xx这个是加这个减 所以我的x-30等于0 然后我的x等于30 x加34等于0 然后x等于-34 ok 然后这个rejected ok 因为我的x一定是positive 然后他说他的cost是20块1m 然后我们现在x呢是他的这个长度 所以这边是30 这个是5乘30加20 150加20 所以他的perimeter呢是 百气加30加百气加30 然后我拿到的是400米 然后他的cost呢 就会是等于400乘以20 所以他会要用8000块 RM8000来 fill up